在北京中州县拍摄星空 一般是晚上放学以后找好机位 拍摄短则一个小时 长则三到四个小时 用的是400 ISO 然后快门时间是250分之一秒 拍出来月亮比较清晰的 鼓楼又有点会欠包 找一个前景比较亮的地方 来拍摄月亮和鼓楼 每一次回到家就会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今天的努力成果 进行一些后期的处理 看到成果可能得一两点了 对天文的兴趣应该是 小时候看科幻作品 有一句叫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让我非常有感受 于是逐渐接受了星空摄影 我的星空摄影 入门老师 朱姜老师 给我展示了一些星空摄影的过程 通过地景的变化 赋予一张张照片不同的含义 22年的8月份 我听了李周教授 关于中楼县保护的讲座 中楼县上的建筑 还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也让我有了拍摄中楼县星空的想法 我第一次拍摄是在永定门 提前查好了天气预报 提前踩了点 因为相机曝光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它能看到的星星 比肉眼能看得要多 头顶上就是夏季大三鸟 这边是先后座 我没想到能拍出来这么美丽的星空 永定门也是一个非常古老 而又壮美的建筑 包括中楼县上的其他的建筑 它都是我们叫轴对称的 我们头上的星轨拍出来 它也是一个个圆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中心对称 所以说两种对称方式 在一张照片里同时巧妙地结合起来 非常震撼人心 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天有紫微星 地有紫禁城 中楼县和星空在历史上 就有着浓厚的跃远 九月份 我们从中楼县上一路向北 从永定门一直拍摄到了中古楼 学业压力比较重的时候 还得在拍摄过程中 我在旁边写作业 在故宫五门还有这个蛋糕 祝你成年又成人 中楼县上的拍摄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帮助我 全家子对中楼县都非常感兴趣 当时只是想做好自己热爱的事情 但是后来发现我的作品也受到了大家很高的认可 我参加了2022北京中楼县创新大赛 我的作品曾经展出在了地铁站里面 然后还有在一些国外的网站上也有发布 2023年8月份 有幸将自己的星空摄影作品 赠送给了国际教科文组织来中楼县考察的专家 然后这也让我感受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这是我走上最大的一个舞台吧算是 还让更多人能通过我的作品了解中楼县和星空 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